4.5mm的长度 由下往上 这样推掉 平行梳上来 多余的地方由下修剪掉 嗨各位同学大家好 欢迎来到诺曼的剪法教室 那我们今天分享的就是南式剪法 很多同学敲碗的造型 就是蓝尾头 然后这一种发型就是 两边比较短 然后上面是中层次 后面是一个比较长的层次 就是后面就会像诺曼这一种 有点虚虚的这一种头发的感觉 很多网友有想要留这种发型 但不知道该怎么留 或者是过渡期不知道该怎么修剪 我们今天找到的模特儿呢 就是想要留这种发型 但是他现在长度又很短又不够长 这种过渡期该怎么修剪 今天就来分享这个造型给大家 如果还没订阅这个频道的话 可以先订阅我的频道 那我们现在教学就准备开始 Let's go 好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模特儿 他的头发是比较细软发的 所以他这边其实很容易明显看到 他头顶的一个头皮的部分 然后再来他两侧的长度啊 其实是有一点长度了 他现在长度啊其实是长蛮长的 所以你会发现啊 他抬起来的时候 他后脑勺的膨度其实是没有那么立体的 你会觉得这边就是比较容易扁塌 然后发尾这一块就是他想保留的位置 我先分享一下这个造型的剪裁 上面的部分我要保留长度 所以就等于说顶部区的这个U型区 我们要保留起来 然后中层这一块要做一个高层次 让他有一个立体的蓬度 但是发尾这边又要做保留 然后两侧这边其实就可以推掉的 内层就可以让他利落一点 让他有一个很像恐龙的一个造型的效果 那两边这边就可以稍微剪断了 第一个步骤就是把两侧先做修剪 好那我们先来做第一个步骤 就是把两边做修剪 那我们就先以他的头型的头脚下去做分区 那头脚确定完之后 再把它夹起来 这样 第一个区域就出来了 这一块就是我们要做修饰的 后面这里先做保留 所以我们要可以修掉就是这个部分 那我今天用的两侧的推剪的长度是这一个 4.5mm的长度 就是因为我一般用都是用3mm 但是3mm对这个造型来讲 就会太短 所以我这边会用4.5mm去做修剪 然后在修剪的时候上面要稍微做一点保留 然后由一下往上 这样推掉 然后后面这边耳朵压下来 把多余的头把去掉 稍微去除一些些就好了 这边可以稍微保留起来 让它有一点细细的 等一下用剪刀稍微调一下就可以了 主要就是把这一块角度稍微去掉 好去完之后呢 上面这边有没有看到比较多出来的地方 这块我们再用梳子去做连接就可以了 剪的方式就是梳子由45度角 然后梳上来 把多余的地方稍微修剪掉 好 好那这边耳朵压下来 梳子带起来 把多余的地方稍微修掉一些些 好这样两侧的发型就完成了 可以看一下 你保留了它的一个并角的一个长度 然后下来到这边去做一个头形的修饰 那等一下这边我们再做一个中高层次的修剪 它后脑勺的形跟这里的连接感就会出现了 现在剪另外一边 好这边一样以头角去做分线 好分完之后可以看到它这一块就是我们要去掉的地方 我们这个时候就用梳子稍微做点保留 然后下摆这里 也要用4.5mm的长度去做修除 好那耳朵这里压下来 稍微往外带一些些掉 把多余的长度稍微带掉 好再来梳子往后45度角做连接 好这样就完成了单边的造型 可以看一下 它后面这边就被保留下来了 然后侧边这边就被我们修剪出来 第一个步骤这样就完成了 第二个步骤就是做后脑勺的修饰 后脑勺的部分我们可以看一下 首先摸下来摸到它枕骨 这个模特的枕骨比较低 大概在这里的位置 那我们在做修剪的时候就可以用夹子 稍微做一个V型分线 V型分线就是这样一个V型的分线位置 那如果枕骨比较高的啊 如果枕骨是比较高的 我们就可以做一个圆弧分线 所以我们会依照头型的高度去取决 我要分V还是分圆形还是分椭圆形 好那这一层怎么剪呢 我们要剪一个狼型头的话 这一块90度提拉保留下面的长度 90度提拉就是这里稍微梳上来梳过来 然后拉起来 你会发现这边就比较短 然后这边比较长 如果对90度或者是高层次不了解的 可以点这边有一个连结栏 就是剪法的第二堂克 中层次高层次跟低层次 我们今天用的这一个就是高层次裁剪 往外拉90度修剪 这样平了修剪掉之后放下来 这边的长度就会比较高一点 那如果你对于这手是比较不习惯的 你可以用梳子 这样直接平行梳上来 多余的地方由下修剪掉 再一次喔 多余的地方由下这样修剪上来 上面这里的长度一定会去掉比较多 这是正常的 因为我们要保留下面的长度 所以越接近V型这里 它被去掉的长度会越多 那这样就会有一个高层次的长度 但是这边的长度是被保留住的 下面这边就是被保留住 就可以继续留长它 好来我们来剪另外一边 一样梳子提高 你看到这边 上面这边比较长 下面这边比较短 短的修一些些 长的直接修掉 这样就是一个90度的高层次裁剪 然后放下来 它层次就会变得很明显了 然后上面这边一样去掉 连接到旁边来 好 转过来一点 好 然后这个技巧啊 就是手推剪的技巧 如果你对手推剪不熟悉的话 这里还有另外一部影片 就是不用颠推如何剪头发的一个手推剪教学 这个教学主要就是教你 如果你只有一把剪刀 你该怎么去剪一颗男生短法 算蛮基础的 但是需要练习 那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去看 好 那上面后脑勺这一块 第二步骤完成之后 最后一个步骤就是 上面两侧包含后脑勺的修饰 然后这以上的修饰 全部用低层次去做处理就可以了 好 那我们先从后面开始 后面的话 我刚刚说过用低层次就是 梳上来 这里多出来的地方直接修剪掉 然后这边层次就不用动它了 然后直接连接过来旁边 梳上来 多余的地方直接修剪掉 上面让它自然垂落就可以 因为这样剥一剥 它就会有一定的膨度在了 然后来换另外一边 梳上来 去掉长度 好 那两侧该怎么剪呢 一样低层次的修剪 我们刚刚修到的位置是这边对 对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 把它层次往后面做连接 让它上面可以继续流长 这样一个低层次 露出旁边的长度 露出旁边这里的长度 我们来剪另外一边 然后来这边一样 我们可以看到 这边是多余出来的长度 然后这边是我们刚刚修完的 然后这一段一样 梳上来低层次修剪 所以平行线修剪也可以 好修剪完你就会看到 两侧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短法 然后后面是被我们保留起来的长度 然后最后就来剪前面了 我刚刚说过它上面这边 比较容易塌 所以你要去做就是 把这两边的碰度 修得比较立体一点 去形成 让上面看起来是比较蓬松的 所以我们在修剪的时候 这边的长度 我们刚刚都是低层次修剪完之后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去角 我们现在往斜上的方向提拉 这个方向去做提拉 头把这样拉上来 拉上来之后 把多余的长度修剪掉 多余的长度修剪完之后 前面这边就不要动它了 那来剪另外一边 梳上来 你会看到多余的这个长度 我们直接把它去掉 然后这边也是一样 多余的长度稍微去掉 好去完之后前面这边 因为已经很稀疏了 所以我们就不要再动它 这样可以保留它前面的厚度 但是两侧的蓬度啊 效果是比较好的 那后脑勺怎么做呢 后脑勺有一个小技巧 跟大家说 如果你希望它的蓬度是比较立体的 我们刚刚低层次修完之后 我们直接拉起来 往上这个方向 往上这个方向 可以看到一个多出来的角度 我们把它去掉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去角的动作 这样会让它头发垂落下来的 蓬度比较自然 然后这边一样 这样去掉 这样的效果 好那我们今天这个造型的 过渡期修剪就完成了 那给呈现造型给大家看一下 好那罗曼老师现在喷的这一个 就是蓬蓬水 它是加强头发蓬度的 它会让它等下吹干的时候 整个头型看起来是更立体 而且可以不用抓法拉就可以了 法拉我选择的话是 类似像这一种 它是有一点油脂成分的法拉 涂起来的效果 为什么会选这一种 是因为我希望它头发线条感 是可以明显一点 所以我们在剥的时候就可以这样 让它头发利落度 把线条感是更好一点 好我们可以看一下这样造型的效果 你会发现它来转边 它两侧就会变得比较利落一点 那另外一边也是一样 然后它上面的线条变得非常的丰富 然后比较蓬 比较立体一点 然后后脑勺的感觉 你可以看一下 它现在后面这边就比较蓬了 不会那么塌 然后这里就可以开始去做流长的动作 因为这边长度有没有发现我们没有剪到 就是让它有一点线条 继续流长的一个效果 那这样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栏尾头的一个过渡期的修饰 因为每个男生如果想要换新的发型 一定要保留该保留的地方 然后我们先去掉 我们要去修饰的地方 这样就可以很好的完美的度过 每一个换发型的过程 我们最后再来讲解一下 这个发型的剪法重点 第一个步骤 我们先把两侧这边先做修剪 把两边的头角先分起来 然后下面做修剪 修剪完之后第二个步骤 就是修剪后脑勺这个区块的蓬度 把后脑勺立体度修剪出来 然后保留下白的长度 第三个步骤就是修剪低层次 所有的轮廓 跟前面的刘海的层次跟蓬度 那这样这造型就完成了 好那我们今天剪法分享就到这边 如果你对这个发型还有其他问题的话 可以在这影片下面留言告诉我 旁边附上我的IG 记得追踪我的IG 如果你想要找诺曼改造发型的话 可以加我的LINE AT的一个公众账号 或者是我的微信账号 那我们团队在台南 今天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部影片见 拜拜